我们常听人家讲道 人生不如一事十之八九 人无百之好 花无百之红 意思是说 人生有许多不如一之事 尽常在发生 南宋大慈人心气急 曾于慈重感叹 叹人生不如一事 时常八九 局势文明的成功企业家 台湾半导体产业教父 张忠谋先生 喜欢阅读大人物的传记和回忆录 他曾慢慢归纳出一个公式 凡是大人物都是受苦受难的 他们的生命 几乎就是人生不如一事 十之八九的真实真言 大涅槃经中 亦有八苦之说 即生苦 劳苦 病苦 食苦 再加上爱别离苦 怨证慧 求不得苦 五应至圣 现实生活中 我们也时常感受到痛苦 都是如影随形般跟着 达从人一出生 就是痛苦的开始 读书考试苦 工作 做事苦 身体 病痛苦 不得感情苦 生活 穷困苦 亲人 离别苦 精神 不安苦 婆媳 不合理 夫妻 不默 子女 不孝 孤单 寂寞 苦 投资 失利 寒暑 不调 等等各式各样的文案 这些只不过是人生痛苦中的 冰山一角 事实证明 人生是真的恒苦 既然如此 有没有一劳永逸 远离痛苦的方式呢 答案是有的 所谓解决问题 要从根本着手 福里抽薪 才能彻底解决 如同致病 须找出源头 才能对症下药 这般做法 才是根本救治之法 首先 须明了人生诸苦 之源头 乃是因果所致 因果 是宇宙科学不变的真谛 不分种族 不分男女 不分宗教 不纯分别 凡是众因得果 无论小善小恶 只能积善不作恶 涅槃经 以教评指出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三世因果 循环不逝 此生空过 后悔无罪 三世因果经云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世果 今生作者是 南摩第三世 多结腔佛 在即胜解脱 大手印里说法 要明白 释迦摩尼佛 所说三藏十二部 及其所说密典之法 其统设 只有两个字 因果 小字一根法式落地 大字宇宙无边 都是因果所制 此时明白了 万法皆因果 前世众因 后世残果 面临生活上的 逆境不顺时 心境尽可能保持 不随外境所迁 敞开心胸 坦然面对承受 进一步了知 光阴事件 世事无常 这场人生之梦快结束 时间分秒不等人 时候 我将会去哪 轮回之苦 还要再来承受吗 佛陀乃大一王 医治众生诸苦恶 教导我们 因果不昧 唯有学佛修行 才能转换英文 第三是 多解昌佛说 什么叫修行中 为什么说 唯独学佛 才能有离痛苦呢 因为修行 即是修善恶 恶所原业 之真意 以离弊 也就是 真意善缘 众善因 结善果 离弊恶所缘 离恶因 我们的修行 所依缘之对象 则是佛陀 依照佛陀的完美聚位 作为我们所修之 相应楷模 以我们的身口意三业 学佛陀的一切 使一切不尽 或业缘其恶行 远离不得沾边 指令其时时离 必远二 不使其有所 近瞻善业 增加恶因 而一切缘起善业 都要行持 哪怕就是一善念 只能争议 不可损减 日日增加善缘 善因 善业 简言之 即是时时离二即善 总之 明信因果 学佛修行 面对人生种种的不如意 有如打开一把钥匙 一切终将 你过天晴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